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 疫苗研发承载着人们期盼抗疫胜利的希望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呼吁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但是作为制药大国的美国却拒绝分享疫苗 当地时间5月19日 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草案 呼吁全球就任何疫苗或疗法 确保透明、公正和及时的共享机会 中国表示 愿意在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将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一般是指在消费上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 而全球公共产品的受益者非常广泛 突破了国家、地区、集团等界限 而且不仅仅使当代人受益 未来几代或数代人都能从中受益 而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则在声明中 拒绝接受有关治疗专利豁免贫穷国家的部分 指这会向制造新药或新疫苗的创新者 发放错误信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 美国政府事前游说非洲各国 支持淡化有关专利权的字眼 但后者担心富裕国家会阻止他们 获得抗击新冠肺炎的药物和疫苗 报道称 美方拒绝分享疫苗专利的立场 与中方公开承诺 其研发疫苗会是全球公共产品的说法 形成对比 与美方的态度不同 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负责人表示 应将疫苗作为公共产品 以此来保护每个人拥有健康的权利 人类的健康不能用来讨价还价 我们与世卫组织一起 和欧盟的合作伙伴 以及所有的卫生部门的工作者 一起推出了加速计划 以便能够支持开发一个普遍性的 大家都能获取的一个抗击疫情的解决办法 这个解决办法是一个公共产品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获得 人类的健康不能用来讨价还价 这些疫苗和治疗是公共产品 必须公平分配给全世界 韩国完全支持世卫组织 开发疫苗和治疗的努力 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有益于世界各国 而国家间合作才是提供疫苗 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根本途径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全球协作 共同开发疫苗 并使大家由公平获得疫苗的机会 以此来应对这场全球大流行病 在大会上 世卫组织总干事坦德塞发言称 我们看到了合作的可能性 也看到了不合作的风险 没有任何单一的行动 能够改变这一切 这些困难处出了 这些困难处出了 几乎的败 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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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hat risk without it. There is no single action that has made the difference.